UNICROR買要多少錢 要100塊人民幣 我告訴你拼多多 這邊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看起來很像的 只要多少錢17塊 這些賣家這些博主 直接拿出UNICROR正牌 然後跟他說同樣的東西 我跟你講不用那麼貴 然後就拿出自己的Copy品 這已經Copy到 讓人家覺得是目無法計的地步 快點 我們剛才講的 哲論司機居然對中國強硬起來講說 你不要再當中間的調停車 這沒你的份 你就要不然就打個電話 要求這個普丁 趕快結束這一場的戰爭 而且我們是寸土不讓 他為什麼有這個底氣 因為看起來全世界 現在對中國來講都越來越強硬 為什麼越來越強硬 因為我在這裡賺不到錢了 而且你的供應鏈 也跟全世界分開了 特別是大家沒想到日本 日本現在很多的商品 根本賺不到錢 都要跑掉了 是 我們都知道 想到日本的一些商品 大家印象最深應該是UNICROR 如果每個人應該家裡 多多少少都會有 你知道全世界UNICROR 最多點在哪裡就在中國 所以代表著事實上 UNICROR是非常看好 以前的中國的一個市場 它多達1030家 UNICROR在自己的日本 也才800多家 沒有想到現在發現 整個UNICROR在中國的市場 竟然是衰退的 它營收跟獲利 都呈現一個衰退的狀況 但UNICROR在歐洲 在亞洲 在其他世界各國 都是成長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哇 怎麼會連UNICROR 在中國都呈現一個衰退 而且他們有一個數字 他說現在整個中國UNICROR 1030家裡面 大概有150家 看起來都面臨到營運的困難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這個看起來可能短時間之內 其實加起10家中 是一個有可能的狀況 包括哪裡 包括山東 他們就說山東濟南這個部分 怎麼UNICROR裡面都沒有 那你會想到說 為什麼UNICROR這邊都沒有人 所以UNICROR都賺錢 他說他在北美賺錢 他在台灣賺錢 他在澳洲賺錢 在韓國賺錢 在東南亞賺錢 在印度賺錢 他只有在哪裡賠錢 他只有在中國內地 跟中國香港賠錢 是 然後你要知道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就是UNICROR在日本有800多家 他800多家所貢獻出來的營收 還有8000多億日元 中國有1030家 但是整個營收竟然只有6000多億 還要少 所以他們就換算出來 日本一家的UNICROR的店面 會比中國一家多出85%的 一個銷售量 這也就是為什麼UNICROR 現在真的在考慮 你看 都沒有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有考慮要關掉 大概50家到100家的UNICROR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 UNICROR已經算是便宜了 到現在會面臨在中國 那麼大的一個競爭壓力 就是因為中國自己有 非常多的一個平價商品 來取代這個 評價商品 你知道很多的他們的博主 我就直接介紹 我說這個是UNICROR 現在最新款的一個水餃包 這個餃子包 你在UNICROR買要多少錢 要100塊人民幣 我告訴你拼多多 這邊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看起來很像的 只要多少錢 17塊 那我問你 你會買哪一個 是中國的內捲 也捲到了UNICROR的 是 捲到了UNICROR 而且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只有一個兩個 一個自己本土的一個品牌 取代UNICROR 他們叫平T產品 既然喊不讓當這樣算一算 既然有三到四個一個平T商品 都是鎖定UNICROR 來搶UNICROR的市場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像是一個餃子包 它這樣子後來光是拼多多 就賣出了30萬個 那原本可能會跟那個 UNICROR買的 現在變成是在拼多多網站買 那你說你UNICROR 你營收能好嗎 當然不會 再來還包括什麼 那個外套 衣服 那個外套 看起來那個布料還挺厚的 賣多少錢 這個原本要賣大概 四五百塊人民幣左右 現在在網站賣 賣這個腰斬大腰斬 只要120塊人民幣就有了 所以這種情形 實在太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UNICROR的營收營運 難道會不受到影響嗎 非常困難 所以UNICROR 你不管提供任何的一個產品 買了腰圓的紡漬 仿冒了以後 它是對價在對價 對折在對折地賣 而且我跟你講 最後面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這些賣家這些博主 直接拿出UNICROR正牌 然後跟他說 同樣的東西 我跟你講不用那麼貴 然後就拿出自己的Copy品 這已經Copy到 讓人家覺得 是目無法計的地步 那你就由此可知 因爲什麼UNICROR要考慮 開始慢慢撤出中國的市場 葉倫跑到中國去警告說 你的東西 不要跟我傾銷到選擇線 我當然就是一句話 後來我看到 這個美國的財經媒體的報導 才知道 中國的商品已經大舉入侵了 什麼叫做黃貨 黃貨 真正的黃貨是這樣子 我先講個小故事 他們比較猶太人跟中國人 猶太人看到 譬如有一個人在高速公路旁邊 或是公路旁邊開一個加油站 賺錢 那第二個猶太人看到會幹什麼 結果這個賺錢很好 劉寶傑開一家屋子家去了怎麼辦 我就開個咖啡廳嘛 因為你有客源給我 對 那第三個人看到 黃四中間開咖啡廳賺錢 那我就開個Motel可不可以啊 就一直這樣 整個就開始建一個 成行程序 一個一個欠 一個互相 互相這個支援的一個系統出來 那中國人怎麼幹呢 你第一個 敲戰賺錢對不對 我第二個劉寶傑賺錢 我去幹什麼 再蓋家屋子戰 黃四中看到 第三家又幹 然後結果第四家又幹了 一大票就幹家屋子戰 結果他死在這裡 不會死 所以幹嘛 幹嘛 先殺價 先殺價 先殺價再講 知道嗎 不會死的 那先殺價 那國內殺完怎麼辦呢 殺到美國嘛 就我現在講這個 拼多多這個故事 Temo這個故事 講給大家聽 Temo這個就是 剛好在阿里巴巴 倒霉的時候興起來了 他的做法跟別家不一樣 你不要看他那麼簡單 他很困難經營的 他後面的know how很困難的 他是靠什麼 他就是靠以前 像電視購物的概念一樣 他就有一個人在那邊賣東西 他有人在推銷的 他有Demo 他有展示的 所以他每一個產品 他不是在掛在那邊 靜態賣 不是的 他介紹給你聽 然後他告訴你 跟你喊話 你看我現在2500個了 對不對 然後他看 所以賣那個鑽土機 鑽給你看 鑽給你看 然後使用給你看 那個剃頭刀剃給你看 剃給你看 那個片子誰拍 那個要拍後面很大的製作 我們都做電視的嘛 要很大的製作團 那個團 而且他每天都幹 每天都有 他天天都有新產品 好像每個商品都有 他每天都有產品 對不對 他天天都推出不同的廣告 他不是廣告 他就是產品展示的影片 一天拍幾千個影片拍出來 那個量多大 那個比電視台還大 他一年的營業額上千億人民幣 開玩笑 好幾千億 那個要多少產品 很簡單 他的產品就是很簡單 你美國這個商店有的對不對 我一定有 然後我一定是你的半價 你有 我一定有 第一個 有的他東西絕對不缺 第二個他一定比你全世界最便宜 可是人家講啊 然後你聽我講 那你講的沒有錯啊 對啊 殺頭生有人做啊 賠錢生意沒人做啊 他厲害都可以 他厲害 第一個 他有中國供應鏈 是國內的對不對 拼多多是什麼公司 拼多多主要市場在哪裡 在中國不是嗎 在中國嘛 他在中國賺錢到美國賠嘛 他有補貼政策啊 他哪那麼厲害 他在這邊賺的到那邊去賠錢啊 所以他有中國市場的補貼政策 在第一個補你 然後第二個更狠的 他的股票在哪裡上市啊 在美國上市 在美國上市 那國內你股票的溢價是 溢價是什麼 其他價錢 溢價的意思就是我們的PEE值嘛 溢價比如說我現在10塊面額 我賣50塊嘛 溢價是不是40塊嘛 40塊就算 40塊歸誰的 股東的 歸公司的 不是 歸公司的 因為我的股東賣出來的 那個叫做溢價差嘛 溢價差歸公司的 公司的錢等他來幹什麼 他在賠啊 但是你美國人買了我的股票 貴對不對 我就再賠錢殺給你 美國人自己買了拼多多的 高價的股票 美國現在總共有1.53億的用戶耶 他買了拼多多的價錢 買了便宜貨對不對 然後又買了 這邊華爾街買了他高價股票 那股價那個差價 進到公司 他把它變成 以行銷費用就幹出去了嘛 所以說你怎麼搞 用你的頭刮你的拼 你聽到嗎 用你的頭 對對對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他找到第三個 政府有沒有補錢我們不知道 但最後他是跟工廠直接要貨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是幹什麼你們 他通通是扣筆的 盜版 本本最低 你美國剛剛研發出來了 研發出來在中國 要找代工啊 找誰代工 工廠代工 找工廠在哪裡 中國 在中國 中國還在那邊研發 還在那邊打樣的時候 他一起賣的 都被你搞死你 美國好不容易我在 我在紐約設計了一套 一套工具 對 或是一套衣服或什麼東西 不管他剛剛設計出來 名牌設計師 要請我們這個 請玉峰的工廠代工 玉峰還在打樣 我這邊把樣本拿出我就幹了 你根本還沒開始賣 我就已經在網上了 就像小米的汽車 直接把Push拿來仿造 那好 那你怎麼辦 你告我嘛 所以他每天吃官司啊 他吃官司 他不怕 你告就告 沒有換人家算了吧 因為那個樣品 你最後他在哪裡告 在中國告 在中國告 中國的法官判罪啊 他怎麼判你知道嗎 怎麼判 樣品一個多少錢 樣品一個多少錢 我問你嘛 要賠一萬塊好不好 賠一萬塊 賠一萬 就昏倒了嘛 他沒有什麼專利權 所以他是天羅地網的 給你幹 你知道嗎 最重要是他的盜版 可比 快速生產 新產品 新花樣 然後打折 拼價錢 然後只要你有高價 你有產品 我就一定比你便宜 那不是把全世界 資料業都搞死了嗎 這叫做經濟統戰 這根本不是 沒得跟你客氣啊 你說那叫什麼 經濟統戰 這就是戰爭啊 這不是血淋淋的戰爭 你就開始失業了 你就掛了 以後你就開始 一萬四千人沒了 不 然後你開始 以後你用誰的東西 中國的東西 依賴我了嘛 所以德國現在 就為什麼他們現在講 要de-risk it嘛 要去風險化 什麼意思 供應鏈全是你的 我沒有 我脫離不了美國 脫離不了勞控啊 剛才講 現在在Tiktok裡面 有很多的青少典講 千萬不要讓你們的 這個爸爸媽媽 接觸到Tiktok 因為他們真的太便宜了 然後呢 現在最忠實的客戶就是 我手上有一點錢 但我又不是很有錢 但我看到這些商品 我就覺得我是有錢人了 美國有一句諺語 叫做通往地獄的道路 總是充滿的善意 Tiktok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為什麼是這樣講 因為各位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中國傾銷 但你要知道一個概念 如果你窮人買便宜的東西 那各位他還是覺得自己是窮人 但寶傑哥你知道TEMO 最可怕的東西是什麼嗎 他讓窮人在消費的過程當中 覺得自己像是Billionaire 像是億萬富翁 剛才講 這個刮五刀 你在台灣買個刮五刀 你總是要上千元吧 沒有 1.1 只要30塊 對32塊美金 各位刮五刀32塊美金 32塊台幣 對32塊台幣 你仔細看那個刮五刀 你有覺得陽春嗎 沒有欸 又鍍金的那整個外型感覺 還特別漂亮 而且再來保留 你看旁邊的剃頭刀 他賣的時候 雨萱這比較貴 130塊 開什麼玩笑 剃頭刀是專業用品 他還給你展示說什麼 不是價格便宜 來各位你看到 錄下去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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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溜溜 乾乾淨淨 而且你看 完全的這個一筆刻畫 哇看起來好好用 好心動 這個根本就放在抖音上面 都會變成療癒系短癮 療癒系影片 你說這個只要120元 所以120元台幣 所以各位我就講了 他不只是商品便宜而已 重點是什麼 他會讓你感到 這個商品又好用 而且你看還拍了這種 長輩看了最會開心 最會喜歡 連年輕人看到 我如果滑抖音 我都會忍不住 停留下來多看幾秒 我都想買了 很療癒的影片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他的魔力在哪裡 保留哥不只是如此 他還有另類行銷 120塊你覺得很便宜 你現在猶豫了對不對 沒關係我跟妳講 我24小時之內 賣了2500個 而且最後只剩下10個了 你還不買嗎 再不買就沒有了 再不買就會清空了 是在這邊講 我24小時賣了2500 再買沒有了 對而且總計銷量高達10萬個 你看如此熱銷產品 你還不趕快下訂 好 倒不住 買下了 反正才100多塊而已 買回來就算不好用 我也是隨隨便便 而且各位 相關的產品 非常非常多 成千上萬 為什麼 還有你看隔壁有賣什麼 20小時賣936個 這個是賣什麼的 這個叫做太陽能充電板 坦白講各位 你如果第一時間直觀看 你會覺得 太陽能充電板有什麼用 我用行動電源就好了 反正他也不管 反正總之好便宜喔 一個才250塊台幣 一個才200塊台幣 而且你看 哇真的耶 太陽曬下去本來沒充電 這個只要200塊 對 馬上就充電下去了 各位但我坦白講 你可能沒有忽略到 當你下訂的時候 你要實際考一下 太陽能充電 一般現在手機耗電這麼大 他是能夠用多少電 不管啊 反正給他買下去就對了 回來用 不好用 我就把它丟在倉庫裡面就好了 與此同時你看 他還賣了 反正才200塊 反正才200塊 還賣了給你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這個就便宜多了 為什麼 愛的小手一樣是200塊 說這個魔術小手 各位 你去看那種公園阿伯 在那邊清垃圾 清草皮的 通常都拿這一支 但他把它美化得特別厲害 他還拍這個精美的影片 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廚房 長長的很多縫隙 想拿到長輩這個腰痠背痛的 伸下去等下腰閃到 沒關係 你只要買了我們這個魔術小手 任何的縫隙 只要伸進去 通通都可以 這也是200塊 都可以拿得到 而且他用家庭主婦最愛說什麼 說這種水果刨絲漆 還跟你講1.6折 非常便宜 只要1.6折 一樣200塊就好 他就把各種的蔬果 反正只要撲下去 只要弄下去 通通都非常輕巧的 都可以弄出很漂亮的這種 水果 絲瓜 菜瓜形狀 就這個東西 對對對你看 而且保留跟你們 切菜雞 你有沒有仔細 這個還有一個重點 他這個每一個影片 都拍得非常精美 他雖然一個東西賣你200塊 一個東西賣你100塊 他有沒有廣告給你馬虎 通通沒有 所以長輩看了覺得說 哇這個東西真的是好用 這個也只要200塊 對這個也只要200塊 而且不只是如此各位 他還有那種以掛飾被掛飾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說 宇軒這什麼東西 只要不管你是什麼樣 在陽春的車款掛上去之後 保證讓你的車子 後座的乘客都能體驗到 頭等商等級的感受 所以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第一個 它上面這個背板可以掛下來 掛下來之後有沒有 像是頭等商 你要用餐吃飛機餐的時候那個樣子 而且下面還可以裝水壺裝什麼 還跟你講 已經賣了6萬個 你再不買 剩最後一個 立刻趕快下訂 我們剛才講了 這麼多保留跟人家都講 這個都是便宜的東西 這小東西 這什麼大不了 你錯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有點貴的東西都賣 各位 我們最常開車 除了我們講這種被掛飾 你知道用到是什麼嗎 寶傑哥 什麼 吸塵器 因為車廠是不是很髒 我們總不可能每次都跑到洗車廠去弄 他講 各位 你現在看到這個吸塵器 哇 什麼東西 碰到就吸 碰到就吸 溝槽全部 馬上清潔溜溜 長得還有點像低牌的這種 高級的吸塵器 你知道要多少錢嗎 多少錢 我跟你講很便宜一樣 200多塊就有了 這個高級吸塵器 一樣跟你講200塊 而且你要不要仔細看 上面跟你講的是什麼 它是LAST ONE Only ONE LEFT 只剩下最後一個 你買不買 我看啦 我不管啦 反正我就要給它買下去了 太實用了 而且跟你講 24小時裡面賣了1600個 除了這個高階吸塵器之外 還有什麼 無人機都給你賣 無人機 對 無人機 還跟你講說一台多少錢 一台沒多久 300塊400塊就好了 而且這無人機 你以為它是陽春 沒有 他跟你講有前鏡頭 還有底部 他的肚子也有一個鏡頭 你看這個影片 多麼像什麼抖音熱門 熱搜影片 拍的這個多酷炫多精美 你不講我還有一台4000塊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他就跟你講 而且是高清的鏡頭 你知道現在在美國呢 為什麼這些父母 都會愛上這個邪教 因為他們講說這個父母 已經瘋迷這個TEMU 已經瘋迷到沒有道理 他們就列舉了非常多的故事 因為很多這種年輕的好朋友 反而是在抖音上 跟大家求援說 不對 我的父母現在迷上了TEMU 太可怕了 他說有一個媽媽更厲害 說這個媽媽做什麼 他說TEMU有賣這種太陽眼鏡 一個只賣大概3塊錢美金 就這個啊 對對對 這個太陽眼鏡 就他 3塊美金 對他說你要嘲笑我很慫啦 都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在上面買東西 我就覺得我像億萬富翁啊 不到100塊 對啊不到100塊 結果你知道他更聰明 寶就你知道他幹什麼事情嗎 他把他好康盜手部 拿去轉賣他的鄰居 因為他有些鄰居那種 六七十歲的阿姨阿阿伯 沒有用TEMU 所以他就一直賣他們多少錢你知道嗎 賣15塊錢 他TEMU上買3塊錢 5倍價差 就賣15塊錢 通通賣給人家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但有一個就很悲慘了 寶劉哥 有一個19歲的女兒就說 不對我要拯救我的媽媽 他說我怎麼會這樣講 他說我媽媽買了57個鏟子 寶劉哥我問一下 你買57個鏟子你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要幹什麼 你管他幹嘛 因為一個只要0.03塊 0.03塊 就一塊錢台幣 你買不買 你買不買 一個鏟子一塊錢 一塊錢台幣 那當然買嘛 我管他的 反正我買了我就覺得很爽 我鏟子大富翁 我家裡白買鏟子要壯 因為我各位 我還再三圈了 所以他到底買這個鏟子要幹嘛 後來我發現我思考錯誤了 管他要幹嘛 反正一個才一塊錢 誰不買 要不是你 你買嘛 當然都買 他說我媽媽這個已經中毒太深了 把鏟子全部放在花園裡面 也不知道57個要幹嘛 而且各位 不只是如此 甚至是有一些爸爸 你知道嗎 就很有愛心 因為他是這種TEMO粉 就每天不斷刷TEMO 然後跟他女兒講 我有珠寶你要不要 我有很漂亮的手勢你要不要 那問題是都很慫啊 因為他後來回到家之後 還發現很可怕 家裡 明明是美國人 掛了一堆龍的圖騰 大紅色的吊飾 然後這個珠寶 珠光寶 自己看得到是假的 反正一個才幾十塊而已 他爸爸就說 你不敢 我就等到就好了 沒關係 而且不只是如此 甚至有人的女兒 因為長期在外 結果有一天回到家 他說 不行 我媽媽變成TEMO魔術師 為什麼被TEMO魔術師 因為他發現 他整個房間變成粉紅色 你現在就知道 為什麼TEMO呢 是我這個年紀60歲 聳夠我了 這個小女孩 她說 她受不了了 她回到家裡 她的窗簾變這個樣子 對 而且她整個房間 各位 都裝飾成這樣子 這最可怕的是什麼 上面還寫著 她說 不對 我回到家裡 就我房間 我看到一個大字寫 Hi Gorgeous 就說 哈囉 漂亮寶貝 嚇死人 為什麼我爸媽買這個東西給我 我不要 嚇死人 而她想說 一個才多少錢 不好 各位 你以為這個窗簾 你以為這個掛布 很貴嗎 沒有 一樣240塊台幣 200塊 200塊 而且保陵哥你看 右下角那個更可怕 你知道那個亮晶晶的 那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比較貴 這個你知道多少錢 這個它900塊 但它是迷紅燈 耶 很酷炫 炫彩 我都不知道 這個要擺在哪裡 所以你就知道 美國家長為什麼這麼風靡 甚至有人講 我爸是這種退休公務員 平常的購物晚上都不算 他說這個東西都騙人的 沒有想到 連我爸都變成TEMO粉 我跟你講 這個狀況真的很嚴重 但你說除了這個商品 除了這個宣傳影片 除了這個東西 有罵吸睛之外 為什麼能讓他們如此著迷 因為你點進去TEMO之後 你就中毒了 你就進到一個網路遊戲 他一開始你看 我贈送200塊 哇 還有轉盤 好有趣哦 哇 馬上領到相關的消費券 而且每一個產品 都會跟你講說限時搶購 折扣兩個小時 不然就說只剩下一個 快賣完了 結果我們這種玩遊戲互動 而且越買越多 越買越便宜 好看 越買大方送的方式 所以讓所有美國的家長 全部都深陷在TEMO的領腦裡面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一個關稅的高牆 而關稅的高牆 一開始本來講是美國 美國拜登跟你講的 你的電動車 我給你課百分之半 你現在這個電子玩 你課都課重稅 就搞了半天 現在美國開第一槍之後 歐盟跟進了 歐盟跟進之後 巴西跟進了 巴西跟進之後 印尼也跟進了 很多本來跟中國非常交好的東南亞國家 現在也竟然 對中國都築起那個關稅的高牆了 為什麼 因為印尼其實他大概他整個製造業裡面 有6%多是靠所謂的紡織業 所以紡織業在他的印尼裡面 是養活了非常多人 結果發現不對勁 中國這過去這一兩年 竟然不斷地把他們的低價產品 低價的紡織品 全面銷售到全世界 你知道我印尼以前也是靠紡織行銷全世界 而且你現在把我原本的 國外的市場一一蠶食鯨吞之後 你現在大局還銷售到我印尼本國 所以現在印尼自己國家裡面 他現在事情大丟 他現在那個印尼的部長 他就說不是 你現在連我自己印尼國家裡面 衝刺著你們中國廉價的紡織品 他說導致你知道 他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21家紡織廠已經倒閉了 面臨即將倒閉的有31家的紡織廠 所以他們現在的這個部長直接講 他說美國都可以這樣子印起來 我們也要這樣跟著印起來 他說這個陶瓷跟服裝的關稅要200% 他竟然要跟進美國 對中國行銷到印尼的這個部分 的陶瓷跟關稅200% 那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要逼 跟你逼一邊嘛 而且中國這個傾銷現在感覺上 是進入到一個死活龍 進到一個死捷 因為中國這麼傾銷 他也是賣一件賠一件 那賣一件賠一件你幹嘛還要做 是因為我不賣 他這些貨都沒有價值 我不賣我真的就沒有錢了 現在看到了中國非常可怕的是 有一條新聞在上海 上海已經是全世界 全中國最有錢的城市 現在傳出來消息 他沒有錢到什麼程度 他居然叫寺廟捐錢了 對 寶貞哥是看著這樣難過 現在沒想到連我們的佛祖 都被割韭菜了 現在上海竟然有一個訊息傳出來 而且是在整個中國的炸鍋 他說他們已經沒有錢到 他們必須要跟他們自己 轄區內的寺廟登現金 要去周轉這些香油錢 他說你現在看到四安寺 貢獻最大 他們貢獻了48億的香油錢 給上海的地方政府 他們心裡想說 天哪一個金安寺 竟然可以周轉到這麼多的現金 因為現在會發現說 整個中國尤其是上海 這一些轄區裡面的寺廟裡面 總共就登現金 藉他們上海的一個市政府 開始就是現金 大概有100億人民幣 那現在人家就想說 你竟然連你自己本身 正常的一個辦公 一個支出都沒有錢 要跟這些寺廟 去抓這些香油錢 變成是我救命的錢 你就知道現在 中國的經濟有多麻煩 所以網易當時就有一篇文章 就是地方財政的緊張程度 遠超過你的想像 我們真的沒錢了 後來才講 我跟靖安寺 龍華寺 玉佛寺 東陵寺 寶華寺 碧雲禁院 盤隆安 洪福寺 我要臨時借款 100億人民幣的香火銜 作為短期周轉 只有我跟大家講 雖然後來這篇文章嚇掉了 還說 陳先生說我們對不起沒錯 可是沒有的是 當時這篇文章是很多人在轉載 大家都覺得這是真的了 是 而且你知道寶傑哥 你剛才看的那個柱狀圖 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最高的那個是哪裡 上海 上海是最有錢的 如果連上海最有錢的 他都必須要跟寺廟等很輕 那我問你 你其他的那一些地方政府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嗎 所以現在其他地方政府說 唉唷 這一招有用喔 那我也要開始 去跟自己家去那邊 割韭菜 開始把寺廟這些香油錢 全部說我們有難 那個真的 佛祖是不是也要救我們一命 也要開始把這隻手 跟佛祖開始戒 而且我們看到一個地方的經濟 跟他的房地產可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我跟他講 以前講說一個房子很慘 腰斬 他說現在不是腰斬 而且不是在其他地方喔 是在北京 天子腳下的北京 他說現在的北京的房價 已經不是腰斬 是膝蓋斬 斬到膝蓋了 真的是斬到膝蓋 而且這個人呢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 我跟你講我買這個小區 有一千啊 在2022 我是2022 2023年 也就是那個在COVID-19的時候買的 我那時候買啊 大概70萬人民幣左右 我想說天啊 我賺到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2017年 這個同樣的小區 這個被證為什麼 天津半島 這個區 在2017年的時候 一套是要 160萬人民幣耶 我現在COVID-19的時候 我用70萬 我是不是賺到 就賺到啊 結果現在發現39萬 所以我想說 160萬 2017年到現在竟然 40萬不到 到了39萬 真的是腰斬之後 就變成是膝蓋斬 這就是為什麼人家說膝蓋斬 所以那個人就PO出來說 歡迎歡迎 歡迎大家來當我的鄰居 好雨萱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現在不是說美國對中國科高關稅 現在不是歐盟對中國科高關稅 大家非常意外 這是連印尼都科高關稅 現在難道這些東南亞國家都反了嗎 我們現在從一個數字發現說 原來台灣這幾年來 最大投資在哪裡 居然是在東南亞 我們現在我們國家的銀行 最大的放款到哪裡 也是到了東南亞 而且我們才發現 原來我們這幾年來 跟東南亞非常密切的關係 第一個我們在裡面有大量的投資 我們大量的投資 我們把技術進去了 機具進去了 更可怕的是 這裡需要很多的人才 結果他們剛剛講 我們現在在越南啦 馬來西亞 我們就把很多人 幹嘛 送到台灣來訓練 在中國跟東南亞 這個叫做黃金交叉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錢是最敏感的動物 錢能往哪邊跑 你就知道現在哪裡 正在新生發展 整個東南亞會是 未來半導體產業 一個非常的重鎮 跟未來 比如說我們就舉例來講 各位你知道 現在全球封測半導體 大家講說台灣絕對是No.1 這個沒話講 那第二名 第三名可能是韓國 可能是中國 但你知道第四名 竟然是誰嗎 竟然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現在的封測 包括而且是先進封裝 他們很努力 整個國家配合政策 包括我們講的 台灣許多的台積電 供應鏈跟封測廠 通通跑來馬來亞去 但更可怕的來了 更可怕的國家是誰 越南 你知道什麼 因為越南做的叫做IC設計 整個IC設計啊 像越南最近 他們是不是才派了代表 跟台積電的這個 我們講的這種副總經理 副董事長 見面而已 他們討論是什麼 因為整個IC設計代表 未來越南的產業 可能會生產出 非常多的商用晶片 甚至是先進晶片 甚至是什麼 代表他的科技產業 會蓬勃發展 因為這跟代工產業 完全不一樣 這是全新的故事 所以現在你仔細看 整個台灣不只是 我們講的錢 不只是我們講的產業 現在更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從東南亞挖人 而且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日本經濟新聞就講了 他說台灣 我們要找半導體人才 我們現在不是講的 台灣現在越來越少 我們台灣的人越來越不夠 那台灣如果不夠的話 我怎麼去撐起這個半導體的亡國 他居然講 我們現在就是跟東南亞合作 而且我們才發現 原來我們小時候就是明星公主 後來變成了明星科技大學 而這個明星科技大學 剛才講 居然有小台積電的支撐 裡面居然有很多 我們不是在那邊有 東南亞很多設廠嗎 設廠我們不需要很多人嗎 很多人以後 我們就把當地找很多的學生 送回台灣訓練 很多居然就跑到了明星科技大學 就明星科技大學 為什麼他先做到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 你仔細看一下 明星科大的Google地圖 他是位在哪裡 剛好是在新竹 剛好就是在竹科園區附近 所以他具有地利之變 你知道他們做了多麼 前瞻性的想法 而且剛才講 他的明星科技大學 有一個半導體學院 半導體學院 兩千三百個學生裡面 七百個來自越南 保安哥不只是這樣 你說兩千三百七百多個 他們還有什麼 他們有越飛專班 你知道什麼叫越飛專班嗎 就是這些人來 我就是讓他們學習半導體 學習半導體之後 我都已經把他們設計規劃好了 比如說學費我就不用了 那對不對 那我接下來來幫你補貼 然後希望你未來直接 學成之後 落地就在我們的竹科這邊 進行工作 而且這個七百人裡面 他們除了說都是邀請什麼 你不要以為說是什麼 什麼阿薩布魯的越南 不是 他們說會來到台灣讀書 保安哥你告訴我是什麼嗎 都是家境好的 條件好的 你才有辦法出國念書嘛 跟我們以前台灣說要去留美 去留歐 是一樣的道理啊 保安哥你要仔細看 我們剛剛這個影片下方 他總共有寫到一個重點 他說什麼 從IC設計 封裝測試 半導體晶片什麼 那叫一條龍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東南亞 所有人關你什麼的 反正我們整個半導體產業 因為台灣是一個完整的產業 你全部能夠塞的 能夠學的 能夠壓的 我都少 但這時候第二個問題出現 如果他要歸國怎麼辦 不好意思 連這個問題 我們聰明的半導體產業想到 特別是聯發科 你知道他們做什麼嗎 我直接在你那邊設 分部 你知道設分部有什麼概念嗎 我讓你來學完之後 你就直接回國去 而且在你的當地使用 我們分部所設置的 幫你的工作準備好 所以你可以享有 你在原本國家的設計地位 與此同時 你又可以被我們台灣訓練成 我們所需要的一個人才嗎 那不就跟以前我們跟美國的關係一樣 也就是你的技術來自台灣 你的資金來自台灣 你的產業來自台灣 那你跟台灣就有一個 非常緊密的連結了 對 所以你現在仔細看看 越南的發展 非常奇妙 因為聯發科做到非常到位 聯發科現在在越南的設置 所謂的分部 你知道嗎 他們有49% 這個叫做行動處理器 現在占四占率的49% 所以他們現在目標推廣是什麼 我這邊做IC設計 那包括我們是不是 今天的廠商現場都有 而且你要知道 他所推出來的一個晶片 跟他的成果 在整個全球的市占率 已經逐步推升 當然現在中美爭霸的時候 不是只有中國跟美國 美國是一直要拉幫結派 等於說我要開始去包圍中國 可是當然一直在講 說你旁邊有個破口 這個破口在哪裡 東南亞 因為東南亞很多 我主要的貿易廠商 都是來自中國 你不可能讓這些東南亞的 這些國家不跟中國來往 但現在妙了 現在出現非常微妙的一個變化 第一個微妙變化是印尼 印尼現在竟然對中國磕關稅 磕關稅一下磕了百分之兩百 這個是我聽都沒有聽過的可怕數字 第二個就是越南 越南不是跟中國恩生義重情場嗎 結果現在越南應該講 你中國現在技術我不要了 越南現在幹嘛 拜託台灣 跟台灣什麼 第一個我捧聯發科 把聯發科抱得緊緊的 第二個 他現在越南不斷地高喊說 台積電 台積電 你來越南吧 中國現在到處是天怒人怨 每個國家都現在恨死了中國 印尼你知道為了什麼 要對他磕200%的關稅 百分之兩百 對 我們知道當時拜登不是對他磕稅嗎 磕100%的汽車電動車關稅 我們覺得都已經不得了了 印尼一下磕了百分之兩百 而且印尼磕的是什麼 磕的是鞋子紡織品跟陶瓷用品 進口的是什麼 因為中國出口大量的廉價的一些 襪子鞋子這種東西 用貼膜或去印這樣的電商賣到印尼去 結果就出口暴增 現在中國的低價產品 如海山倒海一樣 賣到東南亞國家 包括印尼跟越南全部都遭殃 野村甚至有個報告說什麼 你知道嗎 從5月開始 整個東南亞國家 本來都對中國是隱語的 現在都變成逆差 等於中國是怎樣 本來是政差變逆差 現在都是變成貿易平衡都被打破了 都賣一些大量的廉價品 賣到東南亞去 像口紅一條只要賣5塊錢 一雙賣襪子賣不到10塊錢 賣一單是賠一單 中國等於是在割人家的韭菜 你說一雙襪子不到5塊錢 對 一雙襪子不到5塊錢 一個口紅也是5塊錢 賣一單賠一餐 根本就是不賺錢 所以野村算出來之後 發現一個很可怕的現象是 這些東南亞國家 本來說都是從中國賺錢 我本來賣過去的多 現在變成賣過來的少 當然怎樣 我都被你搞得鸡犬布林 而且看導播 這個是印尼貿易部部長哈山 他講得非常生氣 他講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充斥的進口商品 他說我們的中小微型企業 都要倒閉了 所以是鸡犬布林 搞得是整個地方都非常嚴重 所以印尼就受不了了 印尼就站出來 我要課你的200%的關稅 等於中國現在是搞到天路人院 每個國家都非常的氣他 而且越南 照一講我們台灣跟越南其實沒有 我感覺到沒有什麼正式的關係 可是越南這兩天對台灣非常的積極 他居然找了一個台積電的副總經理去那邊 當他的所謂的經貿的一個重要的人士 然後幹嘛 不再跟台灣找手 因為他們現在也知道 恰不像剛剛講我才知道 原來現在連科發科已經跟他們有一些互動了 現在除了連科發科之外 他們也希望台積電能夠過去 對你知道越南嗎 越南受衝擊應該也是最大 因為越南以前專門生產什麼 襪子鞋子這些紡織品主要生產重鎮是越南 所以他對中國現在是恨在心裡又不敢講出來 所以他送怎麼樣 大量的學生其實來台灣 現在台灣的越南外籍生是有兩萬人 都在哪裡都在台積電的一條龍 日月光的一條龍在訓練什麼 訓練半導體的封裝人才 而被誰收割了 我們台灣有很多越南的外籍生 現在台灣的外籍生是比停掉路生之前 還要多有十幾萬人 而且很多都是越南的 越南已經大量送過來是什麼樣 學的是封裝跟測試 都進到台積電供應鏈 所以他也找Intel去投資 到三星去投資 現在他最想去的找誰去 因為台積電可以去 台積電就可以完成他的拼圖 讓這些在台灣訓練的學生 可以到越南去工作 就可以打造整個越南的新的半導體 供應鏈 所以以前中國跟台灣 都沒有什麼選擇 你就是選擇中國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中國跟台灣之間 開始選擇台灣了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國家 從中國賺到錢 全部都被他割韭菜 所以恨他恨的牙癢癢的 只好發展自己的新興產業 還有就是你特別提出來說 現在伊朗 伊朗現在對中國的怨言 也越來越深了 雖然這幾個軸心國 爆得越緊 割韭菜就越嚴重 伊朗現在在抗議什麼 你知道嗎 中國從我身上進口大量的石油 為什麼可以從那邊進口石油 是因為伊朗支持烏克蘭戰爭 站在俄羅斯那邊 被全世界禁運 禁運之後 被制裁之後 結果中國就買他的石油 結果現在伊朗站出來說什麼 你給我折50%也說算了 國際行情一桶80% 你給我買三十幾塊也就算了 你現在還幹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你竟然拿安哥拉的貨幣 肯亞的貨幣拿來跟我付錢 這些都不好自由兌換 拿來 所以你剛剛講 現在中國一直說 我的人民幣要變成國際貨幣 我變成伊朗的貨幣 結果搞了半天 你現在剛剛講的 你是拿人民幣給伊朗就算了 你還拿安哥拉的 拿肯亞的 這種不斷的貶值的貨幣交給伊朗 所以伊朗就翻臉了 你知道國際行情 一桶油都要75到85 伊朗對他真的很好 一桶賣他37折了50%到56 所以折了這麼多還不算 還給他用這種貨幣 所以整個全世界跟他報了越緊 被他收割韭菜越嚴重 中美大對抗的時候 沒有想到出現一個非常恐怖的結果 現在中國 美國不是全面包圍嗎 包圍以後我不給你市場 你的東西銷售不出來 你不能銷售到了美國 你現在到歐盟 你都受到了打擊 結果中國就出現一個什麼 過量的產能 產能過剩之後 中國幹嘛 我就拼命跳樓大拍賣 對 沒錯 跳樓大拍賣 已經衝擊到這個世界了嗎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可以說是用 傾銷的這個產能出來 讓全世界的這個經濟 收到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在這一次的 拜習會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兩個應該會談到 部分經濟的議題 特別是你中國傾銷得太嚴重 那很嚴重嗎 事實上這連華爾街日報都說 中國想要借低價出口 消化過剩的產能 然後引發他國的擔憂 也是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中國他自己本身經濟不好 國內沒有人買東西 譬如說車子 車子纏出來沒有人買 那怎麼辦呢 我知道把它賣出去 那賣出去的時候 我可以用非常低的價格 把它賣出去 所以你看 這個在港口上面的車 保安 這個車全部都要賣出去 今年的這個中國車子 賣得相當相當多 而且現在很多車機 原本他們沒有這種滾裝輪 他們現在都要去買滾裝輪 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以出口為主的一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會 所以中國的汽車 現在跳樓大拍賣 對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今年中國還有遇到一個問題 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貶值會導致什麼 中國賣出去的東西變得便宜 所以中國出口商價格的話 比這個今年大概下降了20% 所以它全世界目前為止 電動汽車啦 太陽能電白 全部都受到它非常大的 壓力的這個情形啊 你說別都不想 我直接光匯率就漲了20% 對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好像都沒有注意到 其實歐盟一樣 歐盟就說 你電動車請反補貼 我們要調查 然後美國就說 你來自中國的渡息金融 我要給你瞌睡 然後印度來說話 你的商品是不是有請銷化學用品 然後越南開始請銷說 你是不是有風電塔 所以現在全世界 連越南都受不了 對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調查說 你中國是不是用太便宜的價格 往外輸出 這會讓全世界的經濟 完全出現一個大亂的這個局面 我們要調查 不但是《華爾街日報》非常的關心 連《紐約時報》 都特別做了一個專題說 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量的 去製造所謂的超級艦隊 為什麼製造超級艦隊 我東西不是賣不出去嗎 賣不出去我就想辦法賣出去 想辦法剛剛講的 我就賣這種大輪船 大輪船是 汽車一輛一輛的出去 一輛一輛的出去 那個便宜到 我無法想像 對 沒錯 你看這種船 這種類似這個車 長太宏的這種滾裝輪 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還沒有往外出口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四輛這種船 這種船的訂單 結果我們現在2022年的時候 全世界的訂單 來到了74輛 幾乎全部都是中國人 從4艘對新4艘 然後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全世界代造的這種滾裝輪 有170艘左右 170艘來自什麼 來自中國的比亞迪 齊瑞等等的中國製造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準備要把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車 透過滾裝船 把他送到全世界去 賣到全世界 對 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在做 在做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大的滾裝船的 組裝廠也就在中國 所以中國的電燈工就說 我每天工作12個小時 然後中午2個小時回家休息 然後就騎回來吃午飯 然後馬上這個船艙裡面來說的話 這夜裡面燈火通明 然後上夜班一直不斷的在加班 所以事實上 中國目前為止 也是不斷的在做這種滾裝船 然後想辦法把他們的車 往外請銷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國現在賣一台車 我們講以前 我們台灣的喜美Civic 對 它居然是賣到39萬 所以你知道中國的車 對全世界的破壞力多大 你看 我們現在講一下 這很多台灣人都很熟悉的 這個喜美這個車款對不對 因為中國有自己做了 這個喜美車款 所以中國的喜美車款 大概約會賣8.9萬 這新台幣是39萬 可是如果要賣到台灣來說 至少是139.9萬 也就是說 100萬 100萬左右 當然這有稅的問題 但是因為還要運輸費 但是未免也賣得太貴 中國為什麼會賣得這麼便宜 因為很簡單 原本中國也沒有那麼便宜的 但是因為今年 中國景氣很差 所以我原本的價格 我又往下降 所以等於是說現在它的價格 因為產能過剩太嚴重 我只要降價求售 你說Civic 對 只要39萬 對 同樣你在台灣要139萬 好 那你就知道 台灣都這麼大的壓力 那你更不用講歐洲也是一樣 你看目前為止 你只要在中國車市 你看湖北省的補貼等等的 專享車 然後有那麼多車款 然後最多可以想到 6萬塊人民幣 補貼6萬塊人民幣左右 那就快30萬了 對 好 那另外一個 這一台車也是一樣 這台車來說的話 就是玉龍日產的一台車 叫Aria的這台車 這台車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以中國大陸本身來說的話 約莫是61萬台幣左右 因為它還有折價 折價給你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這台車 聽說來台灣的時候 價格可能會175萬 這也差太多了吧 差了100多萬 另外還有另外一台車也是一樣 雪鐵龍的車C6 C6來說 原本是21萬人民幣 結果沒想到 他現在把它降成12萬 因為中國車真的賣得太糟 中國經濟真的太糟糕 你看所有車都是一樣 都馬上就下調 沒有 中國在下調 有一個是電動車 有一個是燃油車 電動車我給你殺價 那燃油車沒人買 所以燃油車殺得更兇 對 那所謂的 這些燃油車賣到全世界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用多低的價格 會賣出去 反正這些廠商 我只要當現金就好 反正我就無所不用其極的賣出去 所以他們為什麼 該那麼多滾輪船 都要把這些車子往外賣 所以事實上全世界 為什麼會很擔心 中國的這種所謂殺價 也難怪福特汽車首席財務官 他會講說 現在價格下降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對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如果你用這個 所謂他們的統計數字 電動車的平均售價是 五萬多美金 低於上年同意 去年還有六萬五 你看一年之間 從六萬五變五萬 一年之間就跌了一萬五 到底是什麼回事 所以你就知道說 中國的低價景要對全世界 造成多大的衝擊 所以從一百八十萬一百九十萬 變成一百五十萬 好 那除了這個車子非常嚴重之外 另外一個 因為他們往外賣出去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 因為他們的價格 他們大部分的往外賣的話 大概要兩倍的這個價格 譬如說你就知道 這以這個全新的這個 EVER的這個價格來說 在中國大概是 約莫是十八萬到二十六萬 但是他賣到海外去的時候 約莫是兩倍的價格 兩倍的價格他還有賺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往外賣 往外賣就是因為我賣出去 我還有賺 即使是兩倍價格 問題是 我們就給大家講 你即使是賣兩倍價格 三十九萬變成是八十萬好了 還是比他們便宜很多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往海外賣 因為往海外賣 不單價格可以比較高 我還可以出村民 把這個傾銷出去 所以讓中國目前 在做一個一減二狗的這個情形 也難怪說 現在全世界財新媒體都擔心 中國要用低價出口 消化過剩產能 現在其他國家都嚇死了 對 沒錯 那你知道這個裡面報導就說 中國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我剛才寶傑講 有兩種嘛 一種是電動車產 對 一個燃油車 電動車產 另外一個燃油車 他說燃油車 目前有1500萬輛的燃油車 才能處於閒置狀態 是沒有任何工 等於說1500萬買不掉 對 所以我閒置也是閒置 對 我就把你低價拍賣 對 反正我這個工廠 我工廠來說都要運作 我只要能賣出去來說都是賺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他說今年已經出口了400多萬輛 所以就是說他這些車出來之後 讓大家的這個價格 完全都受到一個雪崩式的影響 難怪現在講 歐盟現在被中國汽車打趴了 對 難道 昨天晚上美國公佈了這個 10月份的CPI是零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來說 應該中國的低價景象 應該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等於是他把他自己的通縮 往全世界送出去了 對 全世界現在都面臨到 中國的價格在崩跌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還擋不了 對 所以大家就講 那以前2008年 太陽能板的惡夢又來了 對 沒錯 所以把全世界產業打趴了 對 沒錯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太陽能已經被中國打趴了 但是你知道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還是繼續要打趴 為什麼 他們原來公司叫 龍基綠能的總裁 他就說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準備要在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的產能也是嚴重過剩的一個狀況 他就說 我把價格往下調了50% 那50%之後 他下一步就是準備要往外傾銷 往外傾銷之後 所以現在大家完全 歐盟的這個 這個所謂太陽能板廠商 完全穿在蛋 好 除了這個太陽能板廠商之外 還有另外是鋼鐵 鋼鐵來說 因為中國10月份出口的這個價格 同比也就要去年比 大概下滑了60% 60%之後 結果沒查 鋼鐵的出口增加了53% 難怪我們現在中鋼這麼辛苦 中鋼還要買褲藏庫 為什麼他寫那個信 就是說這個建廠以來 最堅困了一段時間 因為你這怎麼拼捏拼不過中國 中國他自己本身過去經濟好的時候 他的鋼啦 他的太陽能啦 車啦 在國內賣都賣不夠了 對 不過你知道他現在經濟很差的時候 賣不掉 他現在就要往外賣 往外賣的時候 搭配今年的中國人民幣 又往下降價 他便宜的東西 往外全部輸出來的時候 我就講 接下來全球搞不好 面臨到一股全球通貨 因為我們過去很擔心通貨膨脹對不對 接下來搞不好會賣入通貨緊縮 因為中國不斷地把這些東西 往外賣的同時 會讓全球經濟感受到 一股股的低價風潮 每日之間他們的互動會更加緊密 甚至還傳出來說 現在要讓日本加入了阿庫子 也就是未來不但是一個經濟的同盟 它更是一個軍事的同盟 所以在我們看到葉倫 葉倫之前雖然講說 他不贊成美國跟中國脫鉤 可是這一次他到了中國去以後 語氣非常的嚴厲 他指控中國說 你們現在這個產能過正 產能過正 你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遣銷到全世界 這個會對全世界造成一個災難 就看到了 在美國現在的主導之下 全世界現在已經開始組成一個關稅的壁壘 這個關稅的壁壘 針對中國的太陽能 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跟你講呢 關稅非常高 甚至還說有百分之百的關稅 就要將中國的電動車圍堵在中國的一個境內 還不止如此 我們看到了 連小馬克斯 小馬克斯這兩天都要每日飛 三方的共同會變 也就是當這個世界 我們剛剛講的 從韓國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這個是一個經濟的同盟 這是一個科技的同盟 甚至這是一個軍事的同盟 這個跟中國跟俄羅斯 是一個殘伯高 最伯勞的楚河漢界 我們看到 馬英九跑道的中國人民大會堂 向習近平朝聖的時候 你說世界並不是這樣看 這個世界剛剛講的 雖然剛剛 葉倫跑去跟他的總理李強兩個人會變 還要手牽手 可是你看到 這個動作 這個會變 雙方 中美雙方已經劍馬怒髒了 而且雙方現在已經進到了深水區了 已經做到最激烈的戰爭 因為已經指扣 你的產能不能外銷 沒錯 這個馬英九去見習近平 看起來的話 好像是跟中國示好 可是我跟他講 外面的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外面世界來說 美國跟中國現在因為科技產業 因為部分的產業 現在進入所謂的深水區 深水區 兩個國家真的要開始宣戰 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 會有這個貿易戰的可能性 我怎麼這樣講呢 這幾天的時候 葉倫他去訪問中國 他跟中國李強見面 見面完之後 那葉倫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事實上是目前為止 就是美國政界裡面 唯一的主張核中 他的核中派 他是相對輕鬆的 對 沒錯 而且他是一直反對 美國跟中國脫鉤的人 對 他都說 中美經濟不能夠脫鉤 可是他在見王李強之後 他就說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非常嚴正的說 美國不會接受中國進口產業 摧毀美國的新興產業 他說有中國的三個千根產業 一個是電動車 太陽能還有電子 他這三個絕對不容許中國摧毀 所以他是這樣講 然後中國馬上有回擊葉倫 所以你知道 葉倫這樣的表態是證明什麼 美國政界已經沒有所謂的鴿派 放眼美國的 全是鷹派 全部都是鷹派 好 那不只這個是鷹派 你知道他這樣講完之後 歐盟馬上有釋出 歐盟也加入了 歐盟就說 我們也考慮了 對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我們要考慮要進行一個所謂關稅 所以現在 這個國家的這個關稅的這個大旗 準備要寄出來 要針對中國的電動車囉 好 那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我們知道產業的競爭不說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現在岸田文雄到美國去訪問 他跟拜登見面 那跟拜登見面之後 他們準備了要找 美軍司令部的一個計畫 要把美軍的跟日軍的在 這個日本的統一的這個指揮權 統一化 另外包括說什麼 明天還有一個日本 美國跟菲律賓的三方同盟 正常一個一個圍中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同盟 目的就是要針對中國 結果林馬英九在這個時候 跑到中國大旗去 你知道這個完全是一個 跟國際現實有一點違背的一個狀況 你像馬英九現在路線非常清楚 是你要反美抗日 對 可是現在看到了 美日雙方已經緊密相連 對 美日雙方緊密相連 連我們剛剛講 連我們對這個菲律賓 另外一個朋友 菲律賓 菲律賓也都加入了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國際的局勢 我們周邊的國家完全都倒向另外一邊 好 我剛才不是就講了嗎 這一次葉倫來說 他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他就講嘛 他對中國這種所謂的 一直用低價傾向 他不能夠接受 無法做事不改 所以他現在顯然 你看中國馬上就說 你這是假議題啊 所以雙方真的是 已經開始互相嗆起來了喔 你看葉倫跟這個美國的 葉倫跟中國的商務人員 已經開始這樣嗆起來了喔 好 嗆起來之後你看 而且葉倫直接講 你的電動車 你的電池 你的太陽能技術 已經對美國造成困擾 現在美國不可能做事不管 對 然後他還說這樣 歐洲啦 然後日本啊 墨西哥 菲律賓 還有其他新興市場 也同樣對中國傾銷感到憂心 所以你看他點了歐洲 日本 墨西哥 菲律賓 還有其他新興市場 這些國家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一定都倒向美國嘛 所以現在中國的傾銷 真的已經非常嚴重了嗎 嚴重到什麼程度 你看這是financial time的一個說法 你看financial time他說什麼 他說你看 進口車輛堆積在歐洲的港口 將它變成了停車場 你知道 因為現在中國 這個車沒地方去 他就全部把它放到歐洲的港口去 你知道是怎樣的狀況嗎 反正我就先放到那邊去 先丟過去 賣不賣出去 不管 所以現在在整個歐洲的 很多港口上面來說 還有已經被停了18個月 在那個地方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歐盟準備怎樣 這個中國電動車 還有其他的商品 在中國補貼低價下 迅速佔領歐盟市場 最終會引起歐盟提前宣佈 對中國電動車 進行所謂反補貼調查 也就是說接下來歐盟搞不好 會率先祭出一個所謂 這個傾銷大旗 會對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會先課關稅 而且歐盟的反壟斷專員 還特別怎麼講 他說歐盟要有更有系統辦法 他說以前太陽能板的發生 太陽能把整個歐洲的 太陽能產業全部打垮 太陽能的這個產世 不可以再發生在電動車 風能跟重要的晶片上面 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的歐洲的態度 是趨向一致喔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美國跟歐洲 不是日本 大概會祭出一個關稅的這個同盟戰 可能會針對中國的這個電動車而去 美國、日本、菲律賓、韓國這些串聯 是越來越緊密了 馬英九自己知道 到底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而且他也知道說 到底他的分量在哪裡 說真的 美國人早就看不起他了 也對他來講的話 你說什麼 話不去啊 而且完全對他喪失信心了 那現在他最後的利用價值在哪裡 只能被習近平召見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馬英九非常奇怪 他一路在中國哭 這種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不吉祥的一個狀態 我也不想到我家來哭啊 人家的幕前哭 而且剛好又是清明節的時候去哭 你到底是在幹嘛 他在哭粉啊 在哭粉 那粉是誰 是習近平嗎 還是誰 那到底在哭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看有看過習近平出國的時候 一路在外面哭嗎 當然沒有 沒有嘛 所以馬英九去哭在幹什麼 所以被他哭 中國一定會被他哭衰啊 被他哭窮你知道嗎 就像董事長一樣的問題 不要跟倒楣鬼在一起 是啊 那現在馬英九在倒楣 整個全世界的潮流在幹嘛 天下為中不是嗎 那你今天來講 你又跑去跟中國蹭在一起 而且說真的 就算你蹭了 你有什麼分量嗎 人家也看不起你啊 你的東西就是人家試捨給你的啊 你習近平要給你就給你 不給你不給你 你看看 本來說4月8號要見 結果變成4月10號見 我教你 我延後兩天 你就乖乖的給我延後兩天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主控嘛 你所有的講稿 全部都是人家安排好的 然後所有的行程都人家安排好的 那你去長城 哭長城 拜託你又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講說那個誰 夢疆女哭到外自己長城 你又不是夢疆女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馬英九在搞一件事情 他當然想要搞這個歷史低位 想要搞兩岸的買辦沒有做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習近平今天是因為 他沒有招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為什麼會到最後 把馬英九這種人找來 就是代表習近平在對全世界來講的話 他也沒有任何招數可以死了 你說葉倫今天對李強講的那些話 也就是說今天美國不會做事 不管你的太陽能板 你的電池 還有你的電動車 向全世界傾銷 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這真的是一件很兇的話嗎 這非常兇的話 而且就代表說 美國持續的對中國進行制裁 還會延續下去 你想想看如果習近平可以的話 他為什麼不找岸田文雄 找小馬克來跟他進行三編會談 為什麼是拜登去找這兩個人 來跟他們三編會談 所以看得出來 全世界大家都已經站在美國這邊 那馬英九你就是逆潮流嘛 那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沒有辦法嘛 他現在變成什麼 這個孤寡寡人一個這種概念嘛 孤家寡人 那李強能夠做什麼事情 葉倫借他其實是給你警告 我今天美國接下來下一步 你通常來講你看到 葉倫也好 雷門多也好 布林肯也好 他們回去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什麼 馬上下一個制裁 又一個清代又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我也可以預估 葉倫回去之後 馬上有很多動作 接下來對中國一刀又砍下來 所以這是習近平怎麼辦 所以他沒辦法 只能先找馬英九取暖一下 而且葉倫很可怕的是 他不但講了這些話 他還在中國警告這些 中國企業 如果你按住俄羅斯的話 你這些中國企業 也會變成了美國制裁目標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他跑去中國威脅人的 人家早就把什麼清單都準備好了 而且你中國哪些企業 有跟俄羅斯之間有來往的 私底下偷偷的把東西送給俄羅斯的 美國手上都有名單了 所以現在來講就是來給你最後警告 那個叫什麼 埃德美敦書 最後警告的概念 如果你再不支持的話 我回去馬上公告清單 馬上公告這些企業的清單 馬上制裁 所以對中國來講的話 雪上加霜啊 天 中國會怕嗎 當然啦 因為你知道整個全世界來講 他現在已經被封鎖了 他的出口已經發生很嚴重的問題了嘛 那現在很多工廠都關了 很多這個企業主也都落跑了 而且很多外資都撤離 在中國現在目前面臨這個情況下 當然房地產是最後一根稻草沒有錯 但是房地產所突顯出來 又跟很多很多問題 剛剛有提到非常多 那中國需要歐盟市場 需要美國市場 現在在這兩個大市場來講的話 都不斷的在緊縮對中國的這種聯繫 以及我們講說不管是工業 或是所謂的市場方面的一個聯繫也好 現在對美國來講的話 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讓美國再強大 讓美國變得更加這個所謂的 這個在這個霸權地位上的穩固 這時候才能夠對付習近平 未來這個科技裡面AI是一個東西 電動車是一個東西 而且這個電動車 對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大了 富比斯現在就看到了一個現象是 你只要給中國一個機會 電動車馬上被他敲通了 比亞西 比利時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這些都是生產汽車的國家 結果現在最大的市場份額是誰佔走了 都是中國 竟然是中國 因為賣得非常便宜 而且他現在在顛覆市場 顛覆市場有多恐怖啊 現在吉利汽車集團一個超跑 在歐洲只賣82萬台幣 你等於完全顛覆市場 所以以後告訴別人 總於中國人再告訴別人 超跑的價格就是不到100萬 他的馬力就300匹 可以續航到快600公里 中國會在改寫市場的顛覆的秩序 你只要給中國機會 他就會賺出來 好 題位 我現在就不懂了 小明現在先出的這個手機是大受歡迎 大受歡迎才發現 原來跟我們的聯發科 跟高投生存給我們台積線有關係 你都對華為封鎖成這個樣子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封信 給這個華為生存空間 為什麼完全不管小米呢 沒有 也是不要擔心 因為接下來小米 不擔心嗎 小米也絕對會被封鎖 會被封鎖 本來小米的雷軍 本來就跟解放軍的關係比較好的 那這時候其實美國要封鎖的時候 是全面封鎖才對 不過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是對華為 因為華為本來就在做基地台的設施 還有那個基礎設施建設的東西 如果讓開放讓這個華為的5G 能夠進入到美國這個市場的話 整個美國市場全部被壟斷了 不只是美國 整個西方國家很多地方 都是被華為壟斷 所以他要打的時候 當然是先打對大條的 最大支的 最大支的大概就是華為先打 結果華為現在被打怕之後 當然只能到非洲去賣手機 或是去養豬幹嘛之類 但是接下來的話 如果小米現在已經強豬頭了 未來美國也會去打小米的 絕對不可能把小米放過去 只不過說一開始的時候 他優先打華為 接下來再看有其他的這個 中國的這些相關的通訊業者 或是其他的這些相關電子業者 才會繼續地打壓 好的 沒夢多說 我現在中國是我美國最大的敵人 而且是歷史最大的威脅 這代表美國的恐懼嗎 難道真的像國生講的 你只要給中國一點心心之火 他馬上給你了原了 這個是美國的共識 這個共識不是只有在官方而已 政府單位而已 在學界全部都是屬於共識 什麼東西 你只要讓中國有一點點的機會 他今天來講的話 不管是偷竊 或者是用燒殺 用各種方式 偷拐搶片 偷拐搶片 都可以把你美國的科技拿過來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他現在步步為隱 他一定要把中國封殺到 某個局面什麼局面 就是說他連東西都拿不到 這個才是最重要 連人才也拿不到 這個才 所以你接下來也會看到 他不是只有單獨只是 科技方面的一個封殺而已 他包含說美國的學者 美國的研究生等等之類 全部都要一起封殺的 所以就是說你今天美國政府 為什麼會害怕 他已經發現到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中國跟俄羅斯不太一樣 俄羅斯他講過 俄羅斯他沒有要顛覆全世界的能力 俄羅斯只是說 我是當個驅霸權而已 但是中國有 中國會改寫規則的 所以中國如果改寫規則 全世界都要聽命中國的 所以美國會害怕這一點 美國怕這一點的時候 步步為隱 他現在一定要打怕他 他在不打的時候 接下來的話 一二十年之後 可能中國就會超越美國 如果現在不壓就壓不住了 壓不住了 以後來講的話 因為他之前不是想要 這個中國要跟他跑馬連 百年馬拉松嗎 一直跑到什麼時候 二零四九年 二零四九年距離現在 還有多少年的時間 大概是二十多年的光景而已 如果這二十多年 美國沒有把握機會來講的話 可能到二零四九年之後 真的美國有可能被中國超越 所以 那美國現在 有辦法壓制嗎 因為今天有個 我們看華爾街日報寫一個 現在做傳統的武器 做傳統的這個船艦 現在美國要花的時間 是中國的三到六倍的時間 你知道 以前不管是什麼 希特勒提出什麼生存空間論 或者是以前什麼海權論 麥金德的什麼 路權論 海權論等等之類 不管 你知道在所有地緣戰略當中 最關鍵的一個一點 就是說可以改變整個全世界 而成為霸權或非霸權的 就是科技 就是科技 因為你像英國工業革命之後 結果1856年的那個克里米亞戰爭 其實就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後 所造成的這個殺傷性武器的一個擴大 英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美國他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科技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如果科技外流到中國的手上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顛覆全世界 未來他就可能成為霸權